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青城一青欢》路透,167厘米袁冰炎奇长轻瘦,中汉梁状态引争议 虽然已经有了《祝清好》《落花时节》又《冯军》两部古偶剧在手 但得知袁冰炎将开拍《青城一青欢》时,粉丝还是无比期待 知音对于袁冰炎的古装剧,粉丝似乎永远看不厌 在则古偶剧很是稀粉,几步下来必定对袁冰炎的发展大有弊意 不过该剧2021年11月30日变已经举办了开机仪式 如今仍在紧锣密鼓的拍摄当中,粉丝也唯有依靠路透图来缓解下期待之情 在《青城一青欢》爆出的路透中,袁冰炎目光紧促 167厘米的身高却显得齐长轻瘦,反观中汗凉的状态却引起争议 袁冰炎一身白色刺绣的长衫,袖子虽然宽大,但腰身额挪,整个人脖梗羞长,身段齐长,仙气飘飘 此前官方的宣传海报中,袁冰炎的角色海报虽然高级有质感 但整体色调偏暗沉,比之本人少了一丝甜美温碗的韵味 相对而言,还是路透图中的袁冰炎更显清新瘦弱 袁冰炎在搭建的影棚中,似乎正在进行无实物的表演 看上去十分认真,整个人状态也相当不俗,让人更加期待她所诠释的这位凤家嫡女 不过在外景中,袁冰炎却被拍到眉头紧簇,似在思索什么 只见袁冰炎一身俏丽的粉色古装,在满是机位的片场慢走 她面容精致但目光下垂,眉头也紧簇着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不知已经入戏还是正在揣摩角色,看上去很是用心 此外她还被拍到和男配董又林身穿盔甲,似乎在操练士兵 袁冰炎手拿令牌,目光坚定,颇有将军威仪,和此前的粉嫩着装判若两人 清承意清欢中,袁冰炎扮演的凤清欢是凤家嫡女 既能悬壶济世,又能上场杀敌,伪时让网友对这个角色充满兴趣 从爆出的路透图来看,无论红装还是武装,袁冰炎都轻易拿捏,颇受好评 但相对而言,男主中汉良的状态却颇受争议 47岁的中汉良始终活跃在影视圈,并总能在古偶剧中担任男主 但对于他的状态,网友却褒贬不一 由网友吐槽,难道就没有优秀的男主了吗? 大叔能不能不要霸占小花们了呀? 也有人感慨,感觉他发塞了感觉怪怪的 不过也有支持中汉良,称,年龄不是问题,偶像也一定要年轻人才能诠释的,偶像不分年龄 中汉良在剧中扮演的战青城市运筹帷幄 但命不久已的王叔,也是江湖神秘门派天尊门的门主 他一人分视二角,倒无论哪个角色,都是高手一枚 所以在路透途中,常见中汉良一身戎装现身,虽然不算年轻,但还是英姿飒爽 即便如此,男女主之间的感情戏也是一大重点,也因此不可避免的有一些亲密举动 也正是这些亲密戏,让不少观众看到了违和感 诚然,47岁的年纪对于古偶剧男主而言有点老,此前在《锦心四域》中,中汉良和谭松韵的组合变被指比起夫妻更像妇女 袁冰炎比谭松韵还小几岁,这样的情境若再度上演,观众恐怕难以接受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矛头都指向男主,也有人对女主颇有微词 有人称,不喜欢女主咋办我不喜欢圆,还有网友担心袁冰炎接不住中汉良的戏 袁冰炎和中汉良都是十分优秀的演员,但每个观众心中对男女主的看法和期待都不一样 不过剧组既然已经选择了她们,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相信俩位资深的古偶演员不会让粉丝失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